欢迎回来 那我们继续后面内容的学习 接下来来讲解的就是本章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节 生产过程组织 那么在开篇的思维导图中呢 也告诉大家 在这一小节中呢 给我们涵盖的内容体系 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把重点呢 会放到后面 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时间组织 还有它们的具体形式 里面的流水线的组织和设计 这是我们三块重点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着急 一块一块的来啊 它只是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 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少 但它没有你想的这么难 听懂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未来 它一定是你的一个得分点啊 好 那我们来首先呢 对它总体的知识呢 有一个认识 生产过程组织的基本的概述 那么什么叫做 生产过程组织 它的这些概念啊 先了解生产过程 这个生产过程呢 是指从前端 生产技术的准备开始 准备什么啊 准备设备啊 准备它的动力啊 等等一系列 从准备开始 直到我们把产品制造 出来全部的过程 它都叫做生产的过程 那具体会包含 生产技术的准备 你的基本生产加工 这其实就是你那个生产产品 和服务的那个核心的环节 还有呢 辅助生产和服务的这些过程 辅助它有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设备的维修啊 帮助你更好的完成你的基本生产加工过程呢 这些过程都叫做辅助的生产过程啊 每一个工业企业最基本的活动的过程 所以这个概念啊 大致了解即可 不需要去背诵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关于生产过程组织 我们把生产过程的概念了解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生产过程组织 那一提到生产过程组织 就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 对于整个的这个运营系统中的 所有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设计 所以我们后面就会围绕着空间 你的车间怎么样去布局 时间 你的零件在不同的工艺地 来去传递的时候 他怎么样进行运动和衔接 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解 怎么进行安排和设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过程组织的目标啊 那这段文字又体现出 我们反复去强调 管理的问题就是效率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来看 我们作为生产过程组织 是希望使得我们 作业形成最短 时间最少 耗费最小 又能够按照顾客的需要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综上这句话表明的不就是 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 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吗 还是这个核心的思想 那我们的目标 那就是按顾客的要求 提供他所需要的 质量数量的这些产品和服务 好 怎么去降低成本呢 因为在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中 我们会面对着 我们的作业的形成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呢 形成最短 因为形成如果增加了 就会增加你的运输成本 对不对 形成最短 时间最少 那么时间的增加 也会耗费成本 尽可能的去降低 减少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损耗 降低成本 耗费最小 各方面的资源的投入是最小 这些不都是 降低成本的一个体现吗 对不对 所以保证目标的 实现的同时 尽可能的减少投入 降低成本 效率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的原则 这些原则啊 因为我们书上都给的是大标题 所以我们就是字面的意思 大致有个了解就可以 这一块也不会去考核相关具体的内容啊 但是我们要了解 作为整个的 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组织 一定要遵循一些原则 首先连续性的原则 生产啊 最忌讳的就是实干实停 因为你每一次的中断 其实对企业来讲 都是一种损耗 一种成本的浪费 所以我们希望秉承一种 连续性的原则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呢 我们能够按照一定的速度 有条不稳的连续的加工和运作 同时呢 比例性的原则 什么叫做比例性 那我们生产的各个部分 它可能会有衔接的问题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上一道工序 你呢 是六分钟生产一个零件 那你说我们下一道工序 三分钟就生产完一个零件 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你上面那个 你加工完之后 六分钟过来一个 我下面这三分钟就干完了 我要等待对不对 我每等三分钟才能吃到 上一道工序 给我的一个零件 那这样的话 生产就会出现中断 所以比例性就是 我们会按照不同的 你的加工工序 它的这个时间 我来匹配 不同的比例的 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工作地 那比如说 你像我们那个 六分钟一件的那个工作地 我就可以配备 两台设备对不对 两台设备就能满足 你下面那个相对时间 比较短的 加工工作地的工艺的要求 对吗 所以这就叫做比例性 好节奏性 节奏性 大家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弹琴 你会知道 弹琴都会有那个 节拍器对不对 这就保证 我们要按照一定的节奏 你不能前松后紧 或者是前紧后松 有一大段时间 干的特别特别的慢 到后面又去赶工 所以它一定要按照 一定的节奏去进行 好 那么准时性 绝不提前 也绝不错后 所以这是 丰田生产方式 后面我们就会讲啊 Just in time 因为如果你提前生产出来 它就形成了库存 是一种浪费 但是如果你错后呢 你又不能够满足 我们下一道工序 以及顾客的需要 所以要在顾客 所需要的时候 这个顾客有可能是 你生产内部的 下一个工序 也可能是我们的 最终的客户 总之要满足客户的 这种要求 在他需要的时间地点 提供他所需要的 数量和品质的产品 或者是半成品 零部间 所以准时化 Just in time 柔性 又见柔性二字 大家应该知道了 灵活性 变化性和调整性 那也就是我们 生产过程的组织 要能够根据需求的变化 灵活调整 柔性的这样一个原则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里 所讲到的 它的几个基本的原则 理解即可啊 好 那我们来进入到 生产类型了 前面呢 我们多次接触到 什么多品种 小批量啊 单一品种 大批量这些词 对不对 那真正来讲解 这些类型是怎么形成的 是在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 一个考点的形式 给大家来做介绍的 所以大家来看 企业的生产类型 是影响生产过程组织的 主要的因素 它也是我们去设计 企业生产系统 应确定的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后面 会去讲相关的计算 比如说 生产作业计划的编制的时候 就会匹配不同的生产类型 它的编制的方法 就会有差异的 以及后面所提及的 气量的标准 这些都会匹配着生产的类型 生产类型不一样 我们在时间和数量上的 这个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确定的 重要的一个问题 咱们要学会 知道它这些类型 是怎么分类而来的 首先我们按照 产生品 它是否有形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有形的 还是无形的 我们可以分为 制造业的生产 和服务型的生产 这我在开篇 最开始就告诉大家了 生产的概念 其实扩展了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的分类 按照你的产生品 有形产品 那就是制造业 那无形呢 无形产品的服务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说作为 有形产品的 这种制造业的生产 按照它加工工艺 过程的特点 我们可以分为 连续性和离散性 来看下面具体的概念 连续性 物料是均匀连续的 按照一定的工艺 顺序运动 在运动过程中 不断的去改变它的形态和性能 最终完成产品的生产 来看举例子 药品 肥皂 炼油 造纸等的生产 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不考 单向选择题了 这是一个单向选择题的 核心考点 但今天不考了 那我们就借助这个例子 帮助大家来理解 什么叫做连续性生产 你看这些例子 药品呢 肥在炼油 造纸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最终的这个产成品的 这样的一个形成 它是依据前面的工艺过程 一环接一环的 这样去完成的 也就是说你看药品 它也是一步一步的 它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 化学制药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肥皂也是一样 你看炼油 包括造纸 对不对 它都有一步一步的流程 我的下一步 一定要基于上一步的完成之后 才能够开展和进行 它不能跳步 不能说我们几道工艺同时 并行去做完之后最后完成产成品 不行 它的产成品一定是基于前面的 这种工艺顺序的 每一步的良好的完成之后 最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所以大家会理解这个概念 均匀连续的按照工艺的顺序 一步一步的做 做完之后直到第五步 可能甚至最后一步 完成你最终的产品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连续型生产 你在对照看离散型 那实际上教材给的这个离散型的概念 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前面说离散的按照一定工艺 顺序移动 你看后面跟前面这个概念都一样了 你就觉得那区分在哪儿啊 还是结合例子来理解 机床和汽车的这样一个生产活动 它的加工制造 你看机床或者是汽车 这汽车在生产加工制造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它 你必须先做方向盘 做完方向盘之后 你必须才能去做这个座椅 然后才能做发动机吗 不会 我们会发现汽车的加工制造 这些零件都可以并行的 你这边可能坐着轮胎 这边可能坐着方向盘 这边坐着发动机 等所有的完毕之后 我们会在一个总装线怎么样 把这个汽车像拼玩具一样 把它拼插到一起 最后完成你的产生品 所以很明显和前面的 连续型生产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步套一步的 那么后面这步 如果前面那步没有完成好 它就没有办法去实现 产生品要依据每一步的 连锁的这种反应 最后完成 你最终的加工和制造 而这个呢 你离散的 你各办各就好了 所以它这个概念给的并不准确 并不准确 按老师给大家解释的 去区分这两个概念 所以它就属于 你看这个机床也一样 它各个零部件组成 你各自加工就好了 等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机床放到一起 把它组装成为一起 所以它不会存在着 你前面那个 没做完之后 我们这个药品就没有办法去产生了吗 肥皂最后就行不成了吗 不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概念区分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用的这个类型 我们按照产品的品种 它的多少 它的多样化或者是单一化 还有我们数量的多少 我们把生产的类型 划分为大批的生产 大量大批 或者是大量生产 都可以这个词是一致的 还有呢 成批一节 单件 有一些教材会叫它单件小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通常的情况 企业 如果你生产的数量越大 那你的品种就会越少 那么你的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 这一定要对照去理解 把它理解清楚 你读懂了 你就自然记下来 你想我们 品种相对比较少 而数量又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我就经常重复的做这一种品种 那我们的专业性其实就来自于重复性 你每天只干这个活 每天只干这个活 你想 是不是它的专业化程度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大量生产它的内涵 它就是品种少 数量大 专业化程度高 那么对应反之 我们可以看到 对应呢 你看它的结果 就是它的稳定性和宠物性会比较大 这个是顺理成章的 对不对 因为它不变化 你经常干一件事情 你有大规模的生产 你重复性的 所以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就比较大 好 我们再来看 对应的反之 如果这时候你生产的品种多了 对不对 你的数量越小 每一种 你的数量非常的少 品种则越多 那么对应的专业化程度就越低 也就是说 你生产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对不对 而每一种只生产少量 那你的供应要经常的变化 那你不经常做一件事情 专业化程度是不是就比较低 所以生产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就比较小 所以把这个概念一定要去理解 当然它这里面说的 有一些表述 还是不是特别恰当的 按老师说的 去记忆 品种产量和专业化程度的这种关系 品种单一 数量非常的大 那这时候你的专业化程度就会比较高 那么这时候各方面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就比较强 而反之 这时候如果你的品种比较多 那每一种数量又非常少 那你经常变化 所以你的专业化程度就会比较差 而这时候你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就会比较小 把这样的逻辑关系按老师说的思路 梳理清楚即可 好了 那我们来看 那这里面我们说讲了大量生产和单件生产 中间还夹着一个叫做成P 这个概念就不用过多的去展开了 成P里面它又可以去分 大P的中P的和小P的 实际上这个成P就是它的品种 比大P的要多一点 但是又比这个单件的要少一点 那它的数量比那大P的又少一点 又比这单件的要多一点 它就各方面居中的 所以最终的结论 这个生产的类型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你看它这个逻辑关系就对了 品种 品种的多少 数量以及专业化程度 这三者他们决定了生产的类型 并且由此对于企业的技术组织和经济活动 产生不同的影响和要求 所以我们后面才会讲我们做生产计划编制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器量标准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 好了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知识点关于长指的选择 好那么长指的选择呢 就是去确定工厂坐落的区域和具体的位置 好那么提到长指的选择 大家可能没接触过 但是如果我们提到我们各家各户 大家都买过房子对不对 你买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选指的过程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就一致 当你理解了我家里买房的这个过程 你再看后面的这些影响长指选择的因素 以及长指选择的主要的步骤呢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 很好理解去记忆了啊 那么我在前面说了 实际上呢 关于长指选择它重要的点是在方法上 但我们教材把这块弱化了 所以就使得整个这一块内容 它的重要程度呢就不高了 所以我们大致呢过一过就可以 好那么影响长指选择的因素 你想一想 我去给这个企业去选定一个位置 那我要去考虑哪些要素呢 你自己都能念叨出来一点 你根据企业的经营有关的啊 首先是不是要考虑 国家的方针和政策 大正方针 这必须要去遵守的 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首先要去考虑的 所以到底我这个工厂 坐落到哪个位置 我们先要看一看这个 如果你是跨国的对不对 你就要看你要进入这个国家 它是不是允许你相关的方针和政策 你在本国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是一种高排放的 这一类的企业 重工型的这种企业 那你要考虑这个区域 它是不是允许这一类企业去兴建 对吗 好还有国民经济发展的 整体的需要规划 布局啊等等 要符合这种布局的要求 各地方的规划等等 所以大正方针这一块 在开始的时候讲的第一点 就是这个你要想的第一个因素 如果符合了这些大正方针之后呢 我们要考虑自身的需要了 你买房是不是要考虑 是不是靠近我的办公地点啊 对不对 是不是靠近我孩子上学的地方啊 是不是方便啊等等 你看这个就是 你要考虑你这个企业 如果你是服务型的企业 你就要考虑 因为你为之服务的就是客户 那你要方便人家客户去买东西啊 对不对 要靠近客户 要交通便利 要通行方便 这跟我们平时 我们自己选房是一致的 对吧 好你还要考虑 资源的充分获取和利用 我们买房也要考虑 那企业经营更是如此了 对不对 你要考虑 如果 比如说 你是属于资源类的企业 大家会看到这些 农林木户鱼的这些企业 像伊利 蒙牛 它那总部都在哪 它一定会在 内蒙古那一块 因为 它的原材料 就是牛奶 那我要靠近我的原材料地 如果我距离这个原材料地 特别特别的远的话 它就会导致 我在运输原材料的时候 就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因为它容易损坏 对不对 你这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资源的充分获取和利用 是这一类资源类的企业 它要去考虑的 那么这里也提到了 像人力资源也是一种资源 企业在选址的时候 你要选择 你考虑是不是能够获得到 你所需要的这一类的人员 有一些企业可能在选址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成本 我进入一些 相对比较落后的这个地区 它的建造成本比较低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 你除了建造后期在运营的时候 人才能帮你去创造价值 你能不能在这些相对偏远 荒僻的这些地方 招聘到你所需要的 这一类的人员 所以资源的范围会比较广 那总之资源 你是不是能够获得 你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获得最佳的经济的效率 好这里还有呢 像气候啊地质水文 等自然条件 环境保护的因素 你也要去考虑 那么这里面啊 像什么是地质 大家说 老师怎么还有地质啊 像一些重工型的企业 它的这个 对于土壤的承重性 就会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这里面 它都要去考虑掉 好 那么最后一点呢 这里列出来的 我们选择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你要考虑 它是不是啊 有长远发展的空间 因为我们企业 选择一个位置 你的经营 不只是考虑眼前 对不对 你还要考虑 你未来是不是有这种 增容扩容的这种要求 对不对 如果你未来企业 还有这种成长的 这种要求的时候 你现有的空间不够了 那你未来怎么办 你每一次的选址 其实都是要付出成本的 对吗 你说你随随便便的 过去这个地方不要了 我再去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吗 这个并不现实 所以企业选址 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 你往往一旦选定之后 在很长时间之内 是很难去改变的 因为代价太大了 所以在这里 你在前面就要考虑到 你现有的 选择这个空间的大小 那它是不是能够符合 你在很长时间之后的 战略的这种发展的 这种要求 所以这个我们生活中 自己也会有感触 对吧 你买房子 你能说今天买完之后 觉得这房子小了 那我明年 我就换了它吗 太难了 对不对 尤其现在我们还有 限购的这样的 各方面的政策的要求 所以大家在买房的时候 你就会想 不仅仅是考虑 可能我们两口子住 我过了年 还会有孩子 对不对 那甚至可能老人 会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所以你要在买房的时候 考虑的不仅仅是 眼前的要求 你还要考虑 你长远 是不是对空间 有更大的这种要求 选址道理是一样的 企业选址也是一样 你都要综合的去考虑 来进行评价 好 那么这是我们影响 长值选择的 这样一些因素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长值选择呢 也会有一些 具体的这些步骤啊 这些步骤呢 总体 现在它有一个 逻辑上的一个认识 你看一上来呢 我们就要确定目标 你是新建呢 还是扩建 还是搬迁呢 对不对 说搬迁 资源类的企业 原有的资源 开采完毕了 这时就意味着 你要搬迁 那你要确定 你的目标 为什么 有了目标之后呢 我们才去收集信息 分析因素 去拟定初步的 这种候选的方案 那候选方案 是多个的 那企业要去评价和 比较这些候选的方案 因为每一个方案啊 它可能成本和效益 都是有差异的 那最终选择长值方案 这是总体的一个 逻辑框架 那我们具体来看啊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确定 选址的目标 那么通常这个 企业的长值的选择呢 要符合企业发展目标 和生产运作战略的 大体的三种方面 就是我们提到的 三种类型 对不对 第一个 新建 新建企业 各方面都是新的 厂房设备这些 你全部都要新建 对吧 你投入是最大 产出是最大 效益最好为 选址的决策的目标 仍然是 为了保证目标的时间 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各方面的投入 最少 而实现我们 更大的一个产出 好 那么由于生产经营 发展的要求呢 我们需要改建 或者是扩建的 这种目标 那由于生产经营的 发展要求 另外的再去选 一个新制 或者是呢 在原地上来 进行扩建 那么这种情况 除了要考虑 你花的这个 投入的这个成本 和你获得的效益 之间的关系之外 你还要去权衡 与原有的生产 运作系统之间的 这种关联 你可能 在保持原有的地处 之上 扩建也好 或者是另外 再选择一个新的地点 和原来的点香匹配 你就要考虑到 你的这种 空间上的这种分隔 带来的这种 这种 我们空间上的距离 以及为了保证 我们总体目标 实现你们之间的 这种关系 对不对 那么以及如何优化 整体的布局 所以很多企业 其实都是 面对的这样的问题 你过去都在一个厂区 那我们交流起来 多么方便 对不对 关于我们问题的 这种讨论 思考 包括我们各个系统之间 运营的这种关联性 都会非常的紧密 但一旦 你在除原有的基础之上 你去扩建一个地方也好 新建一个地方也好 它就有这种 空间的这种距离 虽然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信息化的设备 但是你空间的 这种直接的距离 还是会造成 对于你原有的运作系统 整体化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这些我们都是要在 你去选址 在目标确定的时候 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说第三种类型呢 那就是搬迁 比如说这种常常是资源类的企业会面对的 我原来的这个地方开采完毕了 我这个矿产资源挖掘完毕了 对不对 我这脸砍完了 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要分析 你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时候 你要考虑的是 扩大规模呀 还是像我前面提到的 你这个获取资源呢 必须让我们去搬迁了 还是要降低成本呢 还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连这地方就不让你干了 对不对 你必须要去搬迁 所以选址的目标应该许你 与你要解决的问题 要紧密的去联系 目标不同 我们后面呢 要考虑的问题就有差异 好 那我们再来看呢 围绕着你的选址目标 你是新建啊 你是改建啊 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围绕目标 收集数据分析因素 拟定初步的候选的方案 那我们要去收集各种影响因素的 资料的数据 对于这些资料呢 加以分析分清主次 来去进行权衡 那么找出重要的因素 以及分析对于实现目标的影响程度 最后拟定出初步的候选的方案 那么这个候选方案应该是多个的 多个才能供我们后面来进行 候选方案的一个评价 好了 为了去比较各个候选方案的一个优劣 我们要运用一些方法 有定性的 有定量的 所以老师在前面说了 选择很重要的一块 这个方法这块呢 没有要求大家掌握 其实对大家是一个好事情啊 因为这个方法里面 还是有一些相对复杂的啊 那么我们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评价 最终来去确定我们的长指的方案 那么在对每一个候选方案来进行详细的评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各个方案 它的优劣程度的结论 那么或者我们去找到一个方案 明显优劣其他的方案 所以这块呢 了解 我只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大的步骤上 有这么样的一个逻辑顺序的认识就可以 那我接下来呢 来学习的这个知识点呢 在这一小节中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反复强调的 关于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那我们先行呢 对于什么叫做生产过程呢 空间组织有一个概念定义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啊 那所谓空间组织呢 就是在空间布局上 对于企业内部的各个生产阶段 各个生产单位 它的设置运输路线来进行 合理的安排和设计 也就是说啊 最简单的 我们这个车间 车间怎么来去布置 我们这个车间 到底是按照工艺的性质来进行分类 这样来去布局呢 还是说围绕着最终产品的加工制造 来去进行设备的这种摆放 那这就属于一种空间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设置啊 那这个概念呢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即可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作为生产过程空间组织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啊 那么总体的这些原则 也是大家作为字面上的意思 把它读懂即可 那首先呢 我们要有利于 你在布置的时候呢 有利于企业内部各项生产活动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 去提高经济效率 那这是进行工厂总平面布置 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基本的原则 尤其是满足工艺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也就无论你怎么样去布置和摆放啊 那你一定要能够去保证 你的生产的各项活动 能够按照你的要求 能够正常的进行啊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要有利于安全生产的一个保证 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布局啊 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职工身心健康的一个保证 满足三费处理的一个要求 这也是啊 无论你怎么样去布局 也要能够体现出来 安全生产也好 不能以损害伤害职工的身心健康呢 为前提 那满足我们肺渣呀 肺液呀 肺气呀 这三费的一个处理的要求 好 那么在布局的时候呢 要考虑有利于合理的利用空间 防止浪费减少运输的空间 我想这个大家也应该是能够很简单的去理解 也就是你这个布局和摆放要有效率 在布局上也要体现出效率 要有限的 把这个有限的空间能够去利用起来 这就好像是我们家里对不对 你家里同样的这一个房子 我们有时看电视节目不就是吗 小空间通过设计师的这种布局之后呢 在同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内 它就产生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效率 那我们在空间布局 在企业中也是一样 怎么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空间 能够创造它的更大的价值 防止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使得我们加工运输的这个路线增加了 那这些都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浪费啊 减少我们的运输的这个空间 好了 那我们了解之后呢 来进入到这里面 关于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的形式 那这几个布置的形式是咱们再去掌握空间组织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总体来看 我们在后面呢 要给大家介绍 我们可以按照公益专业化来进行布置 可以按照对象专业化来进行布置 这两点 是不是在前面 我们讲概念的时候 已经接触过了 对不对 关于这种多品种 小批量的 那更适合的采用的是工艺专业化 对吗 提到大批大量的 更适合呢 采用的是按照对象专业化来进行布置 那这个对象专业化呢 在我们的教材中 它也提及按照产品专业化 这两个其实是一码事啊 只不过它又出现了这个教材 不同的地方选边的 那它前后的概念不一致 所以无论是按照产品专业化的原则 还是按照对象专业化的原则 它都是一码事啊 好 那我们说这个两个之外呢 混合顾名思义了 多种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呗 对不对 还有固定补助 那么其实每一种方式呢 仍然是从字面的意思 按照老师告诉大家的概念 你去理解记忆 非常轻松啊 这块都是重点 要求大家做到就是 你对于这些布局的方式啊 理解它是什么 理解它各自的这些优缺点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 按照公益专业化来进行布置 那这个概念啊 实际上先从字面那次去拆解 那也就是我们进行这种设备啊 我们空间布置的时候 按照什么 围绕着工益专业化 围绕着这个专业化的工益 来进行布局 所以概念中告诉我们 我们按照生产过程 各个阶段 工益阶段的工益特点 看它的工益特点 来去设置我们的生产单位 比如说车间 就是一个生产的单位 那么在某个生产运作的单位中 咱们可以集中同类型的设施 比如说设备啊 工具仪器人员等 进行相类似的生产加工 或者是服务活动 好 那么大家概念呢 不是特别的清楚 通过一张图 这张图我在前面 也给大家绘制过 很清楚的就能够展现出来 什么按照 什么是按照 工益专业化来布置 你看这里面 这就代表五个车间 每一个车间干的都是一码事 都是一个工益 A工益 B工益 C工益 D工益 还有E工益 所以在每一个空间范围之内 你干的都是这里所提到的 相似的生产加工 或者是服务活动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 还准备成为服务业 大家能想到一个例子 在服务业中 哪一种服务的这个设施 它就是按照这里所提到的 工益专业化呀 应该有很多对不对 你想一想 我们进超市的时候 超市就是典型的 按照工益专业化来进行布局 因为我们进超市 它是分区的对不对 这个区都是那个副食区 那个区都是那个生果 这个生鲜区 这边都是乳制品区 你会发现超市 它实际上用无形的界限 把它所有销售的这些商品 做了大的分类 它就是按照工益专业化 每一个类型 每一个区域都做的 销售的是同样的一类产品 还有呢 你到医院也是如此 医院我们这个科室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到商场买东西 商场也是典型的工益专业化 所以这也体现了咱们讲到的运营 生产运营的这些知识 这些方法 它不仅仅可以应用于制造业 服务业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呢 那这些相关的 我们教材的举例子 就非常轻松了 对不对 那制造业呢 我们机械制造 按照产品的工艺特征 把同类的设备放到一个车间里 形成这些车洗爆钻磨 对不对 车工 洗工 你看磨工 等生产单位 当然 每一个生产单位 干的都是一个相似的这种工艺 好 那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 对于它的优缺点 一定要结合你脑海中 能想到的这个例子 来去理解记忆 这些需要大家熟记 达到默写的程度 但是这么多的文字 别死记硬背 听懂 听老师把它给你解释清楚 首先第一个优点就在于 它对于品种变化的一个适应性 前面告诉大家 实际上你看 我 每一个车间 对不对 或每一个空间内 它都是一种性质 一种性质 那我怎么能够实现产品品种的 这种变化性和适应性呢 就是通过调整路线 哎 我不同的组合 ABCD 对不对 我们的DA CB 我可以随便写 那对应了 它的不同的加工工艺 其实就使你完成的是 不同 这样的品种的 零件的加工制造 那我今天如果是超市呢 一样啊 你发现 其实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每一个人 就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加工的品种 哎 那我们去超市的每一个人 大家想买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看到 超市里为什么这个人群 这个路线非常的 复杂呢 是因为 大家的目标都不一样 那么有的人可能买了卫生纸就走了 哎 有的人买了牛奶 再加卫生纸走了 有的人买了肉类 再买了水果 再买了油盐酱醋 他走了 你发现 他其实就是在不同的这种购物的空间内 来去穿梭和移动 那这种行走路线的这种差异 每一个就形成了一个品种的这种加工和制造 或者是我们购物的路线的一个形成 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他是不是对于品种的这种多样性 这种变化性的适应性会非常非常的强 就靠他路线的这样一个调整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他便于充分利用生产设备与生产面积提高 这些设备和面积的复合的系数 为什么 因为他集中啊 就在这一个区域他干的就是这一件事 所以他的设备 车工充分的进行车工 洗工都是洗工的设备充分的加以利用 所以他的复合系数会非常的高 好 那么第三点 他便于我们进行工艺专业化管理 因为在这个区域他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那工人的这种技术的熟练程度是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车工他只干车工对不对 洗工只干洗工 所以你到医院里 你发现这个科室对吗 你今天来到这个眼科 这眼科的医生 他的技术水平非常的高 因为他天天只看眼睛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这些科室 儿科他只看儿童 对吗 所以这个啊 你发现制造业和服务 他的思想都是通用的 所以这项优点你是不是就理解了 完全都是结合着这个图形 理解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去想他的优点 那当然不足就随之出现了 大家看到了 我刚才在这里说了 你到超市里 你到医院里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哎呦 这些人啊 互相交叉的 因为多样化品种 他需要的就是路线的这种调整 那就使得你看 这加工路线长嘛 长啊 因为他不是标准化 他不是说沿着这个通道走一圈 你就完成你的购物 沿着这个通道走一圈 而你就完成你的制造 他不是 他需要你路线的调整 所以产品的加工路线 就会随之增长 那运输工具 运输工人和仓库的这种增多 以及我们厂内的运输费用 是不是增加 就是这样 他里面都是运输的路线 所以他的运输费用会增加 生产周期会延长 对不对 他整个生产的周期 他都比不上后面我们要提到的 按照对象专业化 因为他的路线要调整 所以他的生产周期延长 周期延长对于企业来讲 就是你的资金成本的这样一个债用 你的资金债用时间会增加 管理工作复杂吗 复杂呀 当然复杂 你就看这里面的这些分繁的这些路线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体现管理工作的这种复杂性 所以这个优缺点 对照记忆就可以了 好 他的优缺点其实对应的 就是前面那个缺优点 两个正好反着呢 你看这个呢 顾名思义了 我说这又叫产品专业化 一样的 就是围绕着你这加工的对象也好 加工的产品也好 来去设置我们的生产单位 所以这个生产单位设置完之后 他最终完成的就是这个对象 或者是这个产品的加工制造 好 那么在对象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中 你会发现他集中了 为了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 各种设备和各个工种的这个工人 都集中在其中 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你这个空间范围之内 要完成这个加工对象 这个产品的所有的加工制造 所以在这里面 他是对同类产品进行 不同工艺的加工 但是这些不同的工艺所需要的人员 和设备都会集中在 这个生产单位之中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在对象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中 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 某几种产品领部件的 全部或大部分的工艺过程 因此这种车间呢 也可以叫做封闭车间 这个概念不重要 了解极客 那我们来通过这个图形呢 再次感受一下啊 什么叫做对象专业化 你看 从开始前端 当然我们说这是在你 提到的这个封闭车间里边了啊 在这一个空间区域之内 前端我们投入原料 原料有可能是有形的 可能是无形的啊 都没有关系 好我们通过一二三四 我们通过这三个对应的工作区域之后 最终就完成了你的产成品 这是不是类似像流水线 所以流水线是最典型的 对象专业化布置的举例子 它从前端投入转一圈 最后完成产成品 这是不是符合这个概念 你最终一定会完成 这个加工对象或产品的 整个的制造的过程 而在这个空间区域范围之内 围绕着你最终的这个产成品 它所有需要的这些设备啊 这些工序全部都在其中 对不对 所以这里可能就是这个车床 这个洗床对不对 这个磨床 它不是说这一个空间内 全部都是车床 全部都是洗床 那是工艺专业化 而对象专业化呢 一台一台一台连接起来 最终完成我们的产成品的 加工和制造 所以大家 你看很明显 这两个布置的方式 是有差别的 那么对应的再来看 它的优缺点 很一目了然了 首先 你看这是转一圈 就完成了它的架工和制造 所以它的路线是固定的 那么一定就会缩短 产品的架工路线 我说的这两种原则 它实际上在布置的时候 它的优缺点是呼应的 这一点恰好是作为 工艺专业化原则所不能做到的 它的不足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这一点 在对象专业化中 它可服了 可以缩短我们的路线 节约运输的工具 减少仓库等辅助面积的 这样的一个占用 因为它标准化这个路线了 那我们也可以减少产品的 运输的时间和停放的时间 缩短了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减少了这个 再制品的占用和资金的占用 前面提到 作为工艺专业化原则 它占用了大量的资金 对不对 那么你看在这里 由于它的运行的效率的提高 使得我们的库存 正在加工制造产品 它的停留的时间压缩了 以及资金的流动也快速了 所以资金的占用链呢 也随之减少了 好 那么它减少了 车间之间的生产的联系 我们全部都在这一个空间领域 从而减化并改进了 计划管理和生产的核算工作 有利于建立生产责任者 有问题我就可以直接找到 到底是在哪里出现的问题 那么有利于 再制品管理和资金管理 好 最后呢 有利于我们按照时间的要求 质量按量乘套的完成生产的任务 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成本 所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对象专业化原则布置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它的效率高 降低成本 一定要记住 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为什么它适用的是这种 大批量的生产呢 它非常的快速 对不对 那么快速我们生产出大量的产品 规模上去了 那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好 那么再来看 有利于采用先进的生产组织的方式 哪个 流水线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关系 记住老师给你 所提出来这种逻辑的关系 那对于后期你的复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一提到对象专业化 你就想到了 是流水线 那它一系列的这些优缺点就都出来了 那不足的地方呢 首先不利于充分利用设备和生产的面积 这一点是什么 公益专业化 它里面所提到 它的这种相关的这些设备和生产面积 复合率高 对不对 它集中啊 而在这里呢 它不利于是它变成了作为 对象专业化它的不足的地方 不利于对于工艺进行专业化的管理 对产品的变化适应性会非常非常的差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流水线柔性很差 对吗 它只能生产一种或少数变化的几种的兵件 它一般就是投入专业圈 都是标准化的这种产品 所以当它带来优势的同时 它其实也产生了相对应的弊端 所以它呢 变化性 灵活性就会比较差 谁的灵活性比较强啊 前面讲到的工艺专业化原则 对吗 所以这样的话 两个原则你看 概念啊 举例子啊 包括优缺点啊 你就都能想通了 我多说一句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刚才提到了 像医院是很典型的 工艺专业化原则 那么医院有没有按照对象专业化原则 布置的这种例子呢 大家想想有没有啊 哎 标准化路线呢 肯定有 是什么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啊 负责体检的这个部分 负责体检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专门的这种体检医院 那就是很典型的对象专业化 你看我们做体检啊 你到这个医院这一层 转一圈 这个人就像流水线一样 完成了你所有项目的检查 那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病人 就像等待加工的零件 我们都是标准化的 这大家不会有科室上的这种差别 每个人都是什么 从开始最开始 我们的研学等等 完成了你体检的这一系列的流程 完成了是标准零部件的加工 大家所有体检的项目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在生活中啊 这些东西其实应用是非常的灵活的啊 好了理解这个之后 你看混合 混合在生活中我们更多见到的 其实更常见的就是这种混合布置 那就是综合利用工艺专业化原则 和对象专业化原则 而建立生产单位的这种原则 最常见 所以在我们制造业中你会看到 那可能这个具体的某一个零配件 就这个具体的这个零件 它采用过生产每一个零件 它用的是工艺专业化 那我们到装配设间呢 往往都是那个大型的流水线 你看那汽车装配对不对 哇转一圈 那个什么 对象专业化 所以往往它都是混合到一起的 那优点就是 取两者的长处 规避了两者的不足对不对 吸取了两者的长处啊 这种布置呢 形成的生产单位 既对品种的变化有一定的适应性 可以多样化的经营了 同时呢又能缩短相关的物流的这种路程 达到高效率 降低成本 缩短生产周期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把两者的这个优点呢 集结到一起了 好这里还有第四个呢 叫做固定布置 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啊 你形象的去理解 它都不难 固定布置 谁固定呢 加工对象固定 那我们在前面的啊 这种工艺专业化 还有对象专业化的布置中 你都会看到这个零部件被加工对象 它都是移动的 对不对 当我们面对着 如果你的这个加工的对象 它的体积非常的庞大 它特别重的时候 你就很难把它从一个地方挪到 另外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固定布置就非常的适合了 所以这里 它指的是加工的对象啊 它的位置固定不变 那我们的工人呢 设备啊 工具呢 围着它来进行移动和加工 那么并且在这个地方来进行 加工制造的这种设施布置的方法 大家想一想 在生活中 什么样的加工对象 它固定不动 而我们的人员设备工艺 围着它来转动呢 比如说那种建造大楼 对不对 这些大型的设备的这种建造 包括大飞机的制造 这些都属于固定布置 因为它的体积太过庞大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适应性 你说你都不用去背了 对不对 理解了之后 这些概念自己就穿下来了 那么它的体积大 重量大 难以移动 比如说这些大型的这种机床啊 船舶呀 飞机呀 锅炉啊等等 就是一定又大又沉 搬不动的 那我们就会用固定布置的方式 大型项目啊等等 所以像这里面 我们这几个概念呢 通过举例子 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你看它不难对不对 不难但是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